音樂類綜藝披荆斬棘的哥哥的熱度比起其他綜藝節目 可謂是鶴立雞群遙遙領先 雖然與乘風破浪的姐姐節目形式相似 但中年卻不油膩的哥哥們還是給觀眾們帶來了很大的新鮮感 再加上節目比賽機制層出不窮 努力的哥哥們不斷向觀眾們傳達積極正能量的精神 節目不活可能才非一所思 其中最讓人驚喜的是 哥哥們在舞台上所展示的十八般舞藝樣樣精通 都是全能哥哥沒錯了 說到節目裡最火的哥哥 那就不得不提大灣區哥哥們 這五人中要數陳小春的勢頭最猛 由於資歷和年齡都比較大 陳小春自覺當起了大灣區五人組裡的哥哥們的哥哥 陳小春是知名的歌手和演員 《陸頂記》《古惑仔》隨便拿出一部都是當年火爆全國的影視作品 音樂方面 不管是《算你狠》《獨家記憶》還是《相依為命》 傳唱度極高都是耳熟能詳的經典歌曲 在披荊斬棘的哥哥的舞台上 陳小春也一直用實力來證明自己飽刀未老 在表演往事只能回味時 挑戰用粵語說Rap 個人戰士以小丑造型全新改編算你狠 氛圍感滿滿是一場堪稱精妙絕倫的表演 所以最後也高票獲得了第一名 更難能可貴的是 印象裡的陳小春一直高冷和酷酷的 但在節目裡他變得更有人間煙火氣 觀眾們也看到了陳小春搞笑 隨和真實的一面 也難怪陳小春在節目裡的熱度一直居高不下 張智霖身為大灣區五人組的議員 從節目開播以來也是備受關注 已經50歲的張智霖仍然狀態很好 歲月彷彿格外優待她 在她的臉上並沒有留下什麼痕跡 稱得上是當之無愧的門面擔當 本來外貌就很優異的張智霖 在唱跳方面也絲毫不差 二宮舞台 一身白西裝跳慢波舞 完美展現了成熟男人的魅力 讓許多網友直呼真香 舞台下的練習室裡 她又是位足智多謀的軍師 經常對大灣區哥哥的舞台提供了 非常多富有創意的經典字 這也使得他們組的公演舞台呈現效果極佳 相信張智霖在即將到來的決賽夜 一定可以取得不錯的成績 眾所周知 張智是著名的動作影星 她的動作戲乾淨俐落 很具有觀賞性 這樣的明星本以為參加披荆斬棘的哥哥 這樣的舞台是不會有什麼別的才能 但張智的現場舞台可以說是打破了所有人的預期 一攻時動作舞燃爆全場 二攻時踢踏舞跳得游刃有餘 三攻的重慶化Rap和中國風舞台特色十足 四攻的街舞與高漢語配合默契 直接當選第一 每一次的舞台 張智都嚴陣以待 觀眾們總能新發覺到她別的才藝 堪稱人間寶藏哥哥 萬萬沒想到 節目剛開播就爆火的哥哥是李承炫 一曲低音炮版《天上飛》 讓許多網友直呼體會到氣威的快樂 藉此機會 氣威背後的男人李承炫真正走到了大眾面前 更令人敬佩的是 從一攻到四攻 李承炫所領導的陣營均斬獲第一名 讓其他小組望塵莫及 這也離不開李承炫超強的領導能力 曾經有過的男團經歷 也讓李承炫的唱跳能力俱佳 Yellow 鞋子特大號 達拉崩巴等舞台 既做到了風格讀書一致 又能帶動現場觀眾的情緒 令人拍案叫絕 此外 李承炫的情商也非常高 交流時也會考慮他人的感受 矛盾衝突時會積極溝通 小組成員們的氛圍十分融洽 所以說李承炫之所以成為長盛將軍 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披荆斬棘的哥哥之前 很多人可能根本沒聽過張琦這個名字 好在在這檔節目裡 張琦讓大眾們記住了他的名字 讓更多人看到了搖滾樂的可能 向更多人證明了搖滾樂永不過時 Yellow 里的絕美高音 花季里的樂語演唱 悟空里的戲腔等 張琦詮釋了音樂的無數可能性 書寫了黑豹樂隊主唱的風采 眾人也都看到了張琦抄群的能力 所以到了節目後期 張琦的人氣一直在飆升 人氣爆棚 雖然四公因為自己與成員理念不合 發生衝突 但應該不會影響太大 畢竟只要最後舞台是完美的 觀眾們也就沒什麼意見 節目快接近尾聲了 相信這五位多才多藝的全能哥哥 全都能進入決賽業 也希望他們都可以順利成團 你最喜歡這五位哥哥裡的哪一位?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你表現這四位? 我敗策時